終於等到 Canon 出賣這支 RF 的 728 2.8 現在這支就變成外變焦,很多人都知道 但它的好處就是,Size 比起以前的 S82 比較小 而且輕了 400 多 gram 那你說它的外變焦是否真的不好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變成多個選擇 你想要外變焦,輕便一點 就可以選RF 這支 你想是型一點,霸氣一點 那你就買回舊那支 其實現在這支,二手價錢已經跌到 8000 多 9000 我已經看到有,真是抵到一個點 因為我最初買,即是 6、7 年前買的時候 這支是說 17000 元 那現在當然這支新鏡又貴很多 去到 19000 左右 但是我覺得在光學質素上 可能都會比以前那支 那今天就試試這兩支比較一下 今天 Stephen 帶我出來試這支鏡 那這支鏡其實拿起手就很重手 那看它的外型白雪雪 好像聽人家說過有點小白的鏡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支呢? 那它的很特別就是可以伸縮的 那就可以容易點收起來 是我平時去逛Catwalk Show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攝影師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拿著這支鏡來拍我們 我猜這支鏡應該會拍得人很漂亮吧 那些人經常說用 7200 有甚麼好處呢 都是說壓縮背景 就是將一些多餘的背景拆走它 容易點組織構圖而已 就不要想到這支鏡是怎樣很厲害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特別 只不過是我們用長焦距鏡頭 可以盡量把主體和背景的比例拉近一點 所以在跟普通人眼視覺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用一支長焦距鏡頭的時候 就會背景是少很多的 當你在一些很複雜很凌亂的環境 去拍一些很多時候都是拍人像 就會容易點組織構圖 這次其實同場加拍了小小白IS 第二代 一起來試試解像力有多高 在70mm的光圈全開的時候 基本上分別都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前提都是那兩支2.8光圈的鏡頭 現在都是有一級光圈的優勢 所以現在畫面中間的解像力 大家都差不多的時候 基本上那兩支都是讓賽的了 接著再試試Telly少少135mm那段 同樣的結果都是很難分到勝負的 接著再試試200mm那段 這裡就可以看到舊的EF小白IS 2的解像力好像差一點 另外兩支的解像力都差不多 接著再看畫面四個角有沒有大分別 70mm全開光圈之下 就看到小小白的解像力竟然是最高 然後新的RF728的暗角就比較厲害 但是解像力都比起舊的EF728是高一點的 收一級光圈之後 RF728的邊位就深刻很多了 但是畫面的失光都是3G之中最厲害的 去到135mm的時候 RF這支新鏡的畫面邊的解像力比較高 但是失光也是3G之中最厲害的 去到200mm的時候都看到RF那支比舊的EF版本深刻很多 但是解像力其實跟小小白IS 2都是差不多的 某程度上現在真的要跳一跳topic 講小小白IS 2真的非常之有所值 先試一下新鏡的追焦速度 雖然我部EOS R 還沒upgrade到最新的Firmware 但是基本上這樣的追焦都是沒問題的 就算Zoom到200mm基本上Focus都是押得很實的 現在再試一下單點對焦 基本上跟我以前用單反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再比較一下舊的EF小白2 就這樣用眼看我真的分不到有什麼大分別 除了偶爾有少少拉封箱之外 再對比一支小小白IS 2 基本上看到新舊版的USM 其實對焦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現在新鏡這支真是不得了 比起以前拿一部1DX加小白IS 2 重量真的輕了很多 雖然現在外面焦 伸到最長的時候 平衡感好像差一點 但是因為真的輕太多 所以現在真的非常輕鬆 之前都說過新鏡的另一個賣點就是 最近對焦距離去到0.7米 先看小白2最大放大率的效果 然後到最近對焦距離1米的小小白IS 2 再試新鏡在200mm下最近對焦距離效果 以為有沒有看錯 竟然是以前小小白IS 2 放大率更大 唉 接著再看一看 它的能力 感覺上真的是中規中矩 總括來說 新鏡的質感又不至於真的嚇一跳 也不是說得淡笑 因為始終它比起以前那支EF版本 真的輕很多 配這個EOS R來說 我覺得新鏡或者舊的小小白IS 都是絕配來的 會不會Canon 其實真的留一手 來出一支異光圈變焦鏡呢 那就真的要過多一段時間才知道 以現在這支鏡頭19,000多的定價來說 性價比暫時都有點低 所以這次的跌貨指數我給它6.5分而已